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六月份的星座运势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相较于五月的惊涛海浪 我觉得六月是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 蛮轻松的 所以我给大家三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六月份请你一定要排休息 或者是在六月份或是暑假的旅行计划 我觉得是时候好好的让自己轻松一下了 第二个的建议就是在六月份来讲 看起来我们可以在六月底的时候 把重要的计划完成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休假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月其实你的计划 或是你的行动往往会比较顺畅 那么第三个的建议就是 这个月是非常好的学习 还有沟通聊天的时刻 我们可以收到更多的资讯 听到不同的想法 也许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做决定 但是你一定会有收获 所以这个月份我觉得是挺不赖的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的星象 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月呢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21日以前的太阳在双子座的月份 另外一个是21日开始太阳进入这个巨蟹座的月份 那么在这个双子座的月份里面呢 我们发现很多的资讯会出来 那当然会有众说分云的现象 也可能会有百家争鸣的一个情况 不过好玩好玩就在这里啊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六月前半段呢 好好的去学习 倾听不一样东西 那在这个六月的五日的时候呢 诶 金星会进入狮子座 金星呢本来进入一个星座啊 只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呢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呢接下来呢金星会逆行 所以今年呢金星在狮子座啊会停留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六月五日呢金星进入狮子座之后呢 刚好火星也在狮子座 这两个星在一起啊 它会带动很多很多强大的欲望 或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合作啦恋爱啊 更亲密的可能性 所以呢在这个月份的确是交友啊 或者恋爱玩乐或是经营的人际关系的好时候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是为了要展现我们个人的魅力 还有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朝你的目标迈进啊 所以这个六月份呢是一个玩乐的好日子 那再来呢 诶 六月十一日的时候呢 诶 水星会进入双子座 水星呢它在六月十一日之前待在金牛 十一日进入双子 当然就会加强水星沟通交通的这个好处 二十七日的时候呢 这个水星呢会进入巨蟹座 所以你看这个月水星跑得很快哦 那我们常说水逆水逆嘛 就会带来交通沟通的不顺 可是其实反过来讲 当水星跑得很快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坐火车 看到外面的场景不断的转换 所以我们这个月份 只要涉及沟通交通文书 短途旅行或是真的一些 这个出差的事情 会特别的快速跟顺利 值得我们把握 那再来呢 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的事情就是呢 十一日的时候呢 冥王星呢 它会怎么样 逆回摩羯座 那我们知道冥王星 它代表的是一个长线的趋势 所以之前很多热议的这个话题啊 像是科技啦 AI啦对不对 能源啊 那当然在这个冥王星逆回摩羯座的时候 它还会再沉淀一下 再讨论一下才会加速进展啊 所以加速进展的时间 可能会到明年的2024年啊 这个时间 那再来呢 十八日的时候呢 不但是双子座星月啊 启动了这个海王星的力量 同时呢 土星也在这一天怎么样 逆行了 所以很多的可能性选项 就会在这时候蹦出来 好处是说呢 我们如果啊 需要很多选择 或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需要呢 整合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很棒 可是呢 如果呢 你没有自己的目标 也不知道干嘛 这个时候有可能呢 很多的这种 真真假假的消息啊 或者是太多选择 会造成人的什么呢 一个选择障碍 不过呢 土星逆行呢 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加分的 因为本来要面临的一个考验 忽然土星逆行了 就忽然好像消失了一样 那对于本来可能已经告别了 土星压力的人啊 可能这个时候觉得 什么事情考验又回来了 所以呢 土星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无论如何呢 重点就在于21日啊 进入了夏至 太阳呢 一进入巨蟹座的时刻 很多不明白啊 模糊不清的事情 不确定的事情 就要开始怎么样 更为明确了 同时呢 21日到26日的这段时间里面 很多事情会突然的爆炸性的出现 比方说之前你忍很久了 可能在这段时间里 你就忽然决定要做了这个不一样的行动 也可能之前呢 很多事情不清楚 那么可能这段时间忽然呢 它就清楚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留意的事情 不过在月底的时候呢 因为太阳来到了巨蟹座 那么土星也在双鱼啊 木星呢 也在这个同样是阴性星座的金油座 所以差不多在这个272829到月底的时候呢 很多事情容易顺利的结束 特别是如果你是按部就班 然后有计划的话 那就可能会有什么Happy End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呢 又是上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大家呢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啊 基本上来看呢 21日之前呢 对于上升或太阳啊 在这个火象跟风象的朋友是最为有利的 那么到了21日以后呢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土象星座 以及水象星座朋友会更好啊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机 那我们先来聊聊 上升或太阳在火象星座 白羊 狮子 还有射手座 那么这个族群这个月呢 运势很好啊 特别是个人的恋爱啊 广结善缘 异国恋情 然后呢可以交朋友 事业有一些新的发展 个人的表现也很旺 桃花也很赞啊 所以呢我觉得火象朋友呢 这个月是很开心的 那不一样的是呢 对于白羊座朋友来讲呢 这个月花费比较大 你在燃烧热情 燃烧金钱的同时 我建议你啊 不妨看看什么事情是可以投资的 这个投资呢 通常是跟个人有关 你的学习 你的旅行 你的见识啊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市座朋友来讲 这个月你的事业有成长的契机哦 有改善或是变得更好的机会 要恭喜你 不过 这个月呢 是做比较冲 比较猛一点 所以要比较小心 一意孤行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呢 会不小心呢 得罪了情人啊 或者是这个老板啊 长辈 反而呢会把你的好运赶跑 所以我觉得 你要稍微收立一下你的情绪 再来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 这个月呢 你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学习 也是很开心的星座 不过这个月呢 不是每一件事情啊 都如你所愿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学会妥协 调整 延后 那么事情会更为顺利 这个月工作跟交通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再来看到是上升或太阳在 风向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双子 天秤 以及水瓶座 啊 双子座朋友呢 你在这个月份 看起来是非常的风光 不过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呢 你的责任很重啊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诚实 面对你自己 真的是每一件事情 都非做不可吗 不过呢 这个月双子座 有个好处是 你可以啊 见缝插针到某一个机会 好 临时抓到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对你来讲非常关键 所以请你要睁大眼睛 不过呢 一旦抓到这个机会之后呢 你要试着啊顺势而为 不然的话呢 太想操控啊 反而会适得其反 事倍功半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天秤座的朋友来讲呢 这个月就非常的好了啊 包括了这个可能是个人的财务啦 旅行啊 事业啊 都会有很不错的机会 那么天天座的开运 重点就在于啊 你必须要带头开始 如果一个事情是你想成功的 你想要推动的 那么你一定要第一个去做 只要你能够参与 往往会有更多的人 跟着你一起加入 那么这一个事就会起来了 再来是上升或太阳在 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这个月啊 当然桃花非常的旺 也可能会有一个感情 想要定下来啊 或是热恋的可能 或者是你找到了 你觉得是灵魂伴侣的朋友 所以这个月呢 水瓶座挺开心的 不过跟家人啊 就比较尴尬一点 有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摩擦 我觉得你需要 拿捏那个温度 还有那个 就是彼此的距离 有点距离 不代表你不能够关心他们 我觉得是水瓶座 很重要的一个开运的点 再来我们看到是上升 或太阳在土象星座 包括了这个金牛 处女跟摩羯 这个族群啊 在这个月份 是靠自己的一个族群 也就是说啊 你的实力越坚强 你这个月呢 就过得越顺利 你的身体状况越好 你就过得越开心 当然你会有很多 外在的机会跟资源 不代表你不能够用 不过呢 你终究会感觉到 求人不如求己啊 好 所以这个土象朋友呢 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再来看一下 个别的差异 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座的朋友 这个月啊 你的家庭家世会有 比较热闹的好事出现 也许你成家立业 好 你生小孩 你搬新家 或是有家人来同住 你要忙一下 那么同时呢 这个月你容易有 富贵险中求的 赚钱机会 那么在职场上呢 我觉得金牛座朋友 你一定要展现专业 只有专业才能够让你拿到话语权 那么对于处女座的朋友来讲呢 这个月你非常的忙哦 跑来跑去哦 那么这个月其实是处女座 这个牵动 换单位 换工作 搬家 或是转换一些事情的好时机 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开始转换 请你把握这个月 如果你已经转换 那当然这个月就会让你开始学到新的东西 挺不错的 再来是摩羯座 摩羯座呢 这个月呢 你是属于啊 不能够纸上谈兵的 你一定要亲自下去做 很多摩羯座呢 会把事情想的比较好 比较完美 简单 可是呢 一旦你真正去做 你会发现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事情 可以让你学到 得到 还有体会到 反而呢 那你才能够真正大幅要劲的成长哦 再来我们看到是 上升 或太阳在水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这个巨蟹座 天蝎座 还有呢 双鱼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有一个开运的重点 那就是 你必须要承担责任 如果一件事情啊 你只是想要看看啊 碰一碰啊 进行点水一下就走啦 抱歉哦 这件事情你可能做不好 而且浪费时间 一旦呢 你决定这么做 你投入时间跟精力 你承担责任 哎呦 那不得了 结果呢 可能是 比你想象来还得好 那么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朋友呢 这个月 前半段时间 往往是属于你比较需要 休息充电 然后思考看看 有没有可以开圆 或者是节流的时候 可是呢 进入了21日开始 哎 巨蟹座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慢慢事情就会越来越顺 所以请你要好好把握 后半段的时间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在 天蝎座的朋友 这个月啊 有一种 人才两得 或者是人才结亲的现象 也就是说呢 你的这个重要的关系 要有很清楚的界定 要么就是结婚 或离婚 合伙 或者是猜伙 就是你要有很清楚知道彼此的 这一个责任义务 那么我觉得天蝎座做事 才会顺利跟干脆 也会比较好运 再来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 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呢 这个月很忙哦 到处帮来帮去的 或是跑来跑去的 可是啊 你的善心跟热心呢 会有个好处 你常常会意外的抢先 本来没有要做一件事情的 因为你帮忙一件事 你就去了那个地方 遇到那个人 而且是第一个哦 你的好运就来了哦 所以呢 双鱼座其实这个月 是有一种善良的好报的 同时呢 这个月比较容易谈 办公室恋情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六月份运势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在六月 有一个happy ending 然后一起迎向新的下半年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